看一下这是什么造型 自己给自己锁住的 我帮你解开 这个家伙 看一下 叫声还挺红亮的 这是上一次咱们那个南宝石弹 噗出来的小鸟 羽毛已经长这么多了 是一只黄藤鸟 今天天气还不错 准备出去给它逮一点蚂蚱吃一下 出来就发现一个蚂蚱在洪水叶上面晒太阳 嗯 没逮到吗 我感觉应该是逮到了 这么快速的还就让逃跑了 算这家伙走运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玉米鸡前面 还有一块花生地 那里特别多 今天还不得抓暴网 蚂蚱全部都出来晒太阳了 这一次你肯定是跑不透 花生地里面的蚂蚱是最多的 哎 哎 居然被它逃跑了 好肥的一个 跑这儿来了 它竟然粘进去了 没抓到 一下被我捏伤了 这种小鸟最爱吃的 露露酒 这看到没 摆到了 全部是这种青蚂蚱 它们的颜色和这个叶子非常接近 躲在庄稼地里面破坏庄稼 我们就是来为民除害 你看 蚂蚱它也看得到人 它知道你要抓它 马上藏到背面去了 我们从背面来袭击它 一抬一个准 看一下 躲在叶子后面 你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但是我对跟鸟相关的东西 非常的敏感 比方说它们喜欢吃的这些虫子 长了翅膀飞远了 我们就不追了 它只要摟个脚 我就能发现它 防止有蛇 我们用鞋子先探一下路 这有一个 一抓一个准 露出了它的马脚 就会被我抓住 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家伙 这一次收获就比较大了 一个 最少要顶点十个 今天出来抓到的最大的一只 这是一片芝麻地 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好多蜜蜂都在里面采花 又逮了个大的 它在这晒太阳 它都没注意我 但是我发现了它 躲在芝麻地里面吃这个芝麻叶 看一下 这都是被它们吃的 出来一会儿就抓了这么多了 又够它们吃上两天了 过了吧 来 给你挑了一个嫩的 一口就吞下去了 好吃不 还要 还卡在脖子这待人 在我们这里就是不缺虫子 每天出去一会儿就可以给它们逮好多 所以这一家伙 你看看 长得特别的好 要不了几天就可以飞了